她每次杀人前都会用绣花针把猎物的嘴巴缝合到一起 不让她发出一点声音 甚至还在她的血管里输入各种啤酒饮料 等猎物腌制好后 女人就拿起杀猪刀做了一桌美味的饭菜 当所有邻居都在夸赞小美厨艺惊人的时候 唯独房东不敢动筷子 因为她在每个租客的房间里都安装了摄像头 每个人的活动踪迹和行为都被她偷窥得一清二楚 但唯一让她摸不透的是 小美每次回家都会带着一个行李箱 久而久之行李箱已经堆满了她的房间 但房东却从来没有见过她从里面拿出来过什么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房东悄悄溜进了小美的房间 可她准备打开行李箱查看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的动静 因为小美又带回来一个男友 紧接着房东赶紧躲进床底藏起来 趁两人不注意的时候 房东撒鸭子赶紧大跑回家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男友也惨遭了小美的毒手 直到这个时候 房东也终于得知红色行李箱里到底是什么 感到害怕后 她立马就想报警 但没想到 次日小美就找到房东说 她知道家里被装了监控 如果她揭穿自己的话 她也会以偷窥的名义 把房东送进大牢 就这样 两个不太正常的人一拍即合 井水不犯河水 而房东也不再关注小美的生活 因为又有一个奇葩的租客 入住了公寓 井水不犯河水